謝謝吳老師 各位大家午安 大家好 來 你們有精神 好 接下去其實很輕鬆 雖然投影片招數也不少 而且字也蠻多的 所以要啟動大家的速度模式 有一些內容的部分我大略講一下 那你們能夠看到多少就算多少 反正那個投影片的部分應該 到時候會放在許影片網站上 給大家下載 我想剛才陳正宮這邊 已經針對大陸工他 基本的定義 警線這些部分 做一些說明 所以很多地方我們用重複 那我先說一下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大規模崩塌 就如剛陳正宮最後的投影片所說的 可能理論上可能或者是希望在今年 能夠正式災防法修法通過的話 大規模崩塌就會變成是 我們災防法裡面的法定災害 其中一種叫做主食流級大規模崩塌 所以這個部分是等於是 我們在台灣的災害管理 我們叫做災陰管理 不是後果管理 也不是全災害管理 指的是叫災陰管理 把有一些我們想要管的災害 可以管或者是 總之是想管的災害 都把它正面表列在災防法裡面 我們來管 這個叫做災陰管理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包括像是豐盛火爆加上火山 是類正不管的 然後像是今天講的 像是森林火災或者是寒害 還有土石流 跟未來大規模崩塌 是農委會管的 所以在這裡面 各個部會分管不同的災害 但是這個部分呢 是現在台灣走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部會呢 它是相關機關 但是沒有管災害的 這個是先讓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這樣的架構 然後從中央到地方 中央到它的行政院 然後最上面的一個決策的機制 是叫做行政院中央災害的防救的匯報 然後各個縣市政府也有匯報 那在中央的話呢 還有一個行政院幕僚單位 叫做災防辦 是負責幕僚單位 原本有一個單位叫災害防救委員會 災防會 但基本上從莫拉克封災之後 就已經算是被架空了 那在這裡面呢 針對這些部分的話呢 我們除了這些相關的單位以外 還有所謂的相關的一些計畫或機制 在中央的話 我們的災害防救叫做基本計畫 就是這個國家台灣 到底面對各種不同的災害 大概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災害 怎麼去做 有個叫基本計畫 然後剛才所看到的各個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要針對它的各款災害 譬如說土石流 及大部分工康 要有一個災害防救的業務計畫 這個業務計畫呢 是將來要指導各個地方政府 包括縣市政府 跟鄉鎮市區公所 都要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裡面不管是全災害 還是災因管理 都要有涵蓋到 這些不同類別災害的部分 至於土石流 跟大規模工康怎麼做呢 就由水保局這邊的 這個業務計畫裡面 去寫出來 各級政府或者地方政府 或者其他相關各個部會 針對這個災害裡面的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該做什麼 會在這個業務計畫裡面呈現 那麼因為現在大規模工康 還沒有入法 所以現在還在修法的階段 我們的業務計畫 就已經先開始做準備 等下會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這個準備的過程裡面 一個簡單的歷程 還有目前提出來一些想法 以及縣市政府 還有其他部會 給我們的一些回饋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先了解 就是到時候 各個地方政府 我們的中央災防 我們的災防法 叫做地方負責中央支援 也就是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除了中央直接撥經費 直接做的這些工程也好 或其他也好 原則上都是地方負責中央支援 因為這個不慈災防法 還配合了叫做地方制度法 在地方制度法當中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跟原住民自治區 都是屬於地方自治單位 包括了治安包括房災 都是地方自治事項 所以這個核先續名 先跟大家做這樣一個說明 好 那麼土石流跟大規模工座這個部分 土石流是從災防法一開始 89年立法之後 他就已經在災防法當中了 但是土石流只有針對土石流 並沒有針對廣域的一般來講 波地災害 當時也並沒有大規模工座這個名詞 所以我們只是針對土石流先管 從一開始的數字 也許我忘了C800條 慢慢增加到現在的1726條 接下去還會再增加 但是大規模工座這個部分 就如同剛剛國威所說的 是從小林村的事件之後 不是說小林村 是台灣第一次大規模工座 不是 是顯著的有重大傷亡的 這樣一個事件 之後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經過了水保局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調查等等 那也在社會的期待之下 那麼在去年的幾次會議當中 中央的匯報當中 有委員提出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針對波地災害的部分 去做一個檢討 是要把土石流跟大崩這些東西 都合在一起叫做波地災害呢 來修法 還是大規模工它獨立成一個災害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就是把土石流跟大崩 合在一起寫 這個是一個也是不錯的想法 但是呢也有它困難的地方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所以目前來講政策方向是如此 那這個部分已經在我們院裡面 在立法已經從行政院長就出門了 現在在立法院這邊 就等到修法通過之後呢 原則上六個月之內 水保局就要拒止去修訂它的業務計畫 六個月之內業務計畫出來 所以在之後下一次的 因為地區正在防救計畫是每兩年修訂一次 下一次各個縣市政府 在修地區計畫的時候 就會把大規模崩塌這個部分 把它加進來 實務上操作的部分 包括警接的發布疏散撤離 這些部分即使地區計畫還沒修 也按照水保局本身的各項規定去辦理 所以這些細部的流程的這些過程 就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這邊的數字有些調整 因為剛才政工說到了 12現在是加24 也就是會變成是36處 而不是原來規劃的34處 也是因為今年 從去年到今年 包括了像是桃園復興的光華 還有新竹堅實的秀卵 這兩個地方所造成的一些因素 我其實是參加吳老師的團隊這邊 實際上團隊這裡一直協助局裡面 在做土石流相關的 硬電的一些機制的整理 不是在去年 在今年開始 從之前 包括在去年 針對大國用崩塌可能入法這件事情 我們就做了一些準備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就前期的做了一些相關的一些了解 包括一些國外的文獻的蒐集 國外制度的了解 還有呢 配合著水保局現在整體的業務的執行 跟各縣市的狀況 怎麼樣能夠去把大國用崩塌這個部分 把它加進來 所以去年也提出了幾個不同的草案的構想的版本 包括了獨立的大崩 土石流加大崩還有波地災害等等 那局內也經過了相當多的討論 也開過了幾次專家諮詢 跟相關的會議 所以這個是大概的歷程 跟大家大概說明一下 那在去年 我們大概也找了一些國家的版本來看了一下 到底大家怎麼在管波地災害的 有沒有獨立去管大規模崩塌這件事情 也大概做了一些了解 那它的整體的治理的架構又是如何 那這些是大概一個簡單的內容 原則上來說 這麼說好了 原則上來講 台灣的災害防救法 跟日本的災害對策基本法很像 是正面表列災害出來管 像是美國的話呢 基本上美國的FIMA 從聯邦開始 它並沒有特別去管說 我們這個國家的disaster 或者hazard有哪一些 他們是屬於災因管理 或者他們是屬於後果管理 或者就是全災害管理 那其他的國家呢 無論是德國日本 德國義大利澳地利等等 這些國家跟美國有點類似 美國是聯邦制 這些國家可能是邦聯制 也就是各邦有各邦的議會 跟台灣的議會的架構不太一樣 台灣的議會是屬於地方政府 他們的邦可能有獨立的憲法 有邦的代表等等 雖然不能叫做總統 所以實際上面呢 大部分的國家 上這邊看到的 包括了奧地利 包括了瑞士 其實在他們的中央政府來講的話 並沒有一個專責去管 脫地的一個機關 科研的單位有 但是專責的災害業務機關 並沒有這樣 那他們的房災 跟美國等等很類似 基本上是指全災害管理的取境 也就是災害發生的時候 這些應變救災的單位 那基本上也許是包括了消防 民防國防相關的單位進來救 可是也並不是說 他們沒有去管波地災害 甚至於在這地方 包括了雪崩等等 在這些部分的 減災的相關的工作呢 是打散在原本各自的業務機關裡面 也就是水保局不會因為 災防法當中 沒有特別去列祖石流跟大崩 就不去管祖石流大崩 而是在原本的士山防洪等等 相關的治理業務當中 就加進來的意思 所以這些國家 基本上是類似這樣子 只有義大利稍微特別一點點 義大利比較有把波地災害 另外再挑出來去做管理 但是他們是用猶豫管理的方式 去做整個猶豫治理 猶豫上流的部分 集水區這些土砂災害 土石流崩塌等等 那有特別的專責機構 可是在這裡面呢 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些國家原則上 都是用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 所以包括了像瑞士 因為這邊還特別用了 ISO 300001的 這風險管理的架構 這個我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 原則上不管是瑞士也好 義大利也好 甚至於英國也好 都有所謂的 National Risk Register 國家的一個風險清單 在這個國家裡面 到底大中小的地震 大中小的規模的崩塌等等 或者是洪水、颱風 對這個國家長期來講 它發生的頻率是大還是高還是低 衝擊是大還是小 因為呢 其實災害管理不是管災害 災害管理是管人 包括管人怎麼去分配 防救災的資源 所以災害管理永遠是在管災害 而不是 而是在管人 而不是在管災害 所以是用風險管理的架構 去看這件事情 包括美國也是 美國的話 中央更沒有什麼 他們的聯邦政府更沒有什麼角色 FEMA只是在協助各州 它一樣是地方政府為主 所以這個其實跟 可能各位過去再聽到一些學者、專家、官員 在講災害管理的架構 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FEMA不是無限上綱 從聯邦直接介入地方的管理 絕對不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 美國是一個聯邦 亞美利兼聯邦共和國 好 那日本的話呢 比較像台灣 所以日本對於災害是比較積極介入的 也就是說 在美國你可能聽不到說 美國的什麼NOAA 氣象海洋總署去發警戒 USGS也不是一個發警戒的單位 它只會發布豪大與特報這些部分 但是日本的話呢 跟台灣比較像 因為是正面表列做災害管理 所以日本的國土交通省 可能就類似像我們水保局的角色的一部分 它會針對這些部分 除了氣象聽發警戒以外 它也會去發 也會去提供洪水 或者是土砂災害的警特報 在這裡面剛才有提到的說 日本到底警戒分幾集 其實一直在修正啊 從以前的兩種跟台灣很類似的 一直到後來的四級 到後來在去年之前變成是五級 我這邊雖然寫四 但是其實是五 因為那個五等於是你不用跑 黑色警戒Level 5 告訴你災害已經發生了 你跑也沒有用 在家裡比較安全 所以是五級警戒 那在去年 發生了幾次重大事件之後 今年令和三年五月又改 一開始我看到 進來就看到 國會在放熱海的那個影片 在這次事件之前 他們把避難勸告跟避難指示 也就是類似於台灣的 勸導蘇散撤離 跟強制蘇散撤離 合而為一 取消的避難勸告 只剩下避難指示 但是他們的避難指示 雖然叫做避難命令 避難指示 但是沒有強制蘇散撤離 這回事 等於只是政府叫你走 可是也還是在勸你走 命令你走 是勸你走 並不會動用 像台灣行政執行法36條 警察使用動用 即時強制的權力 把你給弄走 因為其實人民還是有 叫做歇息居住 相關的自由 人身自由等等 勸你走 你不走 我們並不會因為 並不像是你要傷害別人 把你弄走 所以這個在台灣上面 執行來講 也沒有真的動用過即時強制 雖然說強制 但是還是有勸 所以這部分先跟大家說 因為各位有很多次 第一線的夥伴 我相信你們很清楚 所謂的這些強制蘇散撤離 到底怎麼做 那好 那大罐風塌 因為剛講 涉及到不只是風塌本身 也有可能後面有二次災害 包括可能也引發土石流 後續堆積的土石 也有可能再次發生災害 或者是驗色糊 所以它的整個的整個應變的機制 就相對來講複雜 從其實從減災整備 都已夠複雜了 復原更是不可想像 像譬如說小林村 有什麼復原可談 整個村都已經毀了 要復原也是異地復原 也不會再原地重建 所以它跟原本對土石流的想像 是不太一樣的 那至於全責單位的部分 那些考量也是一樣 因為在台灣來講 我們一直是中央發警戒 包括水利署發二級警戒 一級警戒 跟土石流發黃色牛紅色點 中央發警戒 地方政府執行疏散撤離 水利署也許還容易一點 因為呢 警戒跟疏散撤離的強制是脫鉤的 但是水保局的這個部分 會讓大家比較困難 因為發了紅色就叫你走 可是剛才看到日本這個狀況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說發紅色警戒 是風大雨大的時候 叫你執行強制撤離 其實不應該就是日本的黑色警戒 假如災害已經瀕臨發生了 在那個情況底下 強制速戰撤離的作為 其實對於救災人員來講 跟對民眾來講 反而是不安全的 但是這個部分 可能因為我們現在一些法令的思維 還沒有去做調整 所以變成是說對也對 因為在這時候危險了 人民應該走 但是說不對也不對 因為就風險的考量來講 他其實是違背風險管理的原則 所以在過去的 前面的這一年裡面 所做的這些工作 並沒有白費 因為在去年的年底 基本上就等於正式敲定說 要把大規模崩塌 要入法 要去做修訂 所以這個部分水保局之前 這麼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等等 也就終於有開發結果的一日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災害法裡面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土石流災害 後面加上的土石流級 大規模崩塌災害 那這邊所看到的 就是中華民國有在管的災害 好 那這個部分剛才國有提過 我就不特別提了 大規模崩塌相關的定義也好 還有警戒的類型 那在這個地方我只稍微提一下 因為在這裡面會涉及到 我們在做業務計畫的調整的時候 針對各個公所訪談的一些問題 跟這個會有相關 包括了說大規模崩塌 不管你是第一類 或者是第二類型 第一類型或第二類型 第一類型容易操作 是因為警戒雨量比較低 就是採用土石的警戒雨量 所以這個時候 說真的這個時候 它的風險還是比 比較高的警戒雨量 獨立發布的 譬如說是到600到900 它的風險是來的低一些 因為道路也好 或其他這些溪水也可能還沒有暴漲 道路也還沒有 因為土石崩塌中斷 路基也還沒有流失 所以操作上面來講 可能還容易一點 但是要是這些屬於 警戒是獨立發布的 自行發布的 黃色警戒也就算了 但是紅色警戒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大家想到說 今天我們的警戒雨量值 也許是700、800的話 那個情況底下 也許在這個區域裡面 在這個之前 雖然這塊區域當中 因為沒有土石油前置的溪流 但是不排除道路 鄰近的村裡有 所以在警戒雨量 在那個雨量的情況底下 可能道路已經中斷了 你原本要去的電線受用宿所 也許也不存在 所以在操作上面 有它絕對的難處在 所以因此看起來 好像應該是跟土石油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不過這個大規模崩塌的特性 讓我們特別難處理 但是現在我自己也想不出 什麼更好的辦法呀 所以這個部分 只是先請大家大概了解說 在未來可能比較好的操作方式 是依據黃色警戒 而不要等到紅色警戒了 因為那樣的一個操作條件 非常的不利 那再加上接下去的幾張投影片 是讓大家大概了解 大規模崩塌的特性 它的特性跟土石流的災害 有很大的不一樣 不是只有在剛才講的規模 或者是出發的雨量 而是在這個災害的形態 以及對於災害管理作為的影響 土石流的影響範圍 相對來講都比較小 保全戶 保全對象 也許只有三戶四戶五戶 當然也有可能稍微多一點 幾十戶的也有 但是相對的來說 跟大規模崩塌的那個 整個的範圍比起來 差很多 我們這邊就先舉幾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新北市 其中實定區的T001 大崙山的這一塊 這裡面有趣的是它包括了整個華泛大學 所以大家可以想 假如真的 假如真的 它是屬於第二類型 有自己的警戒雨量 假如真的是這樣的操作模式的話 即使今天我們發布的是黃色 用勸導書站撤離的方式 那就不是鄉鎮市公所的麻煩而已 而是華泛大學 它應該怎麼樣去配合這個狀況 去讓所有的師生都撤離呢 假如是在暑假期間 當然比較容易 但假如不是呢 是在九月份已經開學了 十月份 或者在五六月份的時候 所以這整個操作就困難了 我們一般講說 那書站撤離要移清也好 要避難受容處所也好 對他們來說 本身也就不容易 但是要把這個責任 加注在實定公所或新北市政府 那又是不可承受之重 怎麼樣幫這麼多的師生 去安排他們疏散撤離 要安排他們回家 那就算了 那假如說有一些是外地來的 甚至於是外籍生 怎麼去幫忙他們安排 避難受容處所 很困難 但這些地方也不是無地放始 因為他們過去 確實曾經有發生過一些小的滑動 可是當然 那麼大規模的並沒有 在這邊也可以稍微問大家一下 假如說以各位大家現在 對於大規模崩塌的人 一個初步的想像 你們認為有生之年 有沒有可能看到這塊崩下 沒有開玩笑 因為這是風險管理裡面 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是機率 一個是衝擊 這兩個存在一起 才是叫做我們的風險期望值 有些人還會把脆弱度 暴露度都加進去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有點把狀況複雜化了 簡單講就是發生的機會 跟發生的後果 後果就整個崩下來 機會就是不曉得哪幾年 多大的雨 來那麼一次 另外呢 這也是很典型 是灼溪 花蓮的灼溪 這一塊呢 裡面 底下是灼溪國想 這邊是灼溪香工所 另外旁邊還有警察局 衛生所 衛生室等等的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是發生 不要說發生了 應該是說 黃色警戒的時候 公所的人 應該要疏散 撤離 不能在這裡面 因為危險 萬一等一下 怎麼樣的話 公所的人全掛掉 不過放心各位公所 你不用擔心 灼溪公所先見之明 他們已經要蓋新的公所 也快要落成 在外面這個區域 所以公所的同仁 至少在這個時候 就不用擔心 那至於灼溪國想 最好是在那個 颱風浩雨的期間 學校是已經停班停課了 對不對 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灼溪另外一塊 下面是太平國小 也是類似的概念 所以大過風 整個的形態 跟大家的想像 就不太一樣 不是只有說小林村 這個部分是只有民宅 民眾而已 保全這樣戶 他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所屬這些相關的 機關也好 學校也好 都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狀況 保全的戶數也比較多 所以疏散撤離 當然 我們現在疏散撤離 絕大部分 各位要是有機會 在颱風浩雨的期間 要掌握疏散撤離的數字 你們只要打中央災略變中心 或者打EMIC 可以看得到 大概每一次 工作會議工作會報的時候 會統整疏散撤離的人數 跟避難收容的人數 你可以去對照一下 發布確告的人數 跟疏散撤離人數 實際上對照起來 那個比例值是多少 有真正收容的比例是多少 當然或許 因為你們是第一線的夥伴 大家都知道說 大部分都去醫親了 真的醫親假的醫親 是燈瓜在家裡面 繼續看電視 還是怎麼樣 這些大家心裡 大概很明白 所以實際上在操作的話 我們希望是 面對這樣的風險 不是應該很落實嗎 去做操作嗎 但是力有未待 這個部分就是有一些空間 可以做討論 是不是將來 我們就到用波塔來講 也是要落實到說 一個人都不勝 要把它清空 那當然它的困難度就高 那另外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是 大國風它也有可能 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道路 或者是鐵路 像這邊是泰馬里 下面就是台九線跟鐵路 多樑車站離這裡不遠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假設說 考慮一個狀況 假設說發了黃色警戒 雨量持續在升高 我們是不是要封路 我們是不是要讓鐵路停止 還是說今天在黃紅色之間 把這個譬如說警戒雨量是900 打一個六折 說540的時候鐵路不能開的 我不清楚 所以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講 都是在操作上面的困難 那要他們遷移嗎 鐵路要在這邊 還要遷到哪裡去呢 大概也很困難 但是不遷的話 好像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上來講 又說不過去 所以這些部分 我提出的疑問比解答多 但是我們面對災害的不確定性 再加上這個不確定性 又因為全球氣候變成的影響 讓不確定性變得更高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災害管理或災害風險管理 其實重點在資源的分配 我要分配多少錢拿多少資源 來管多少事情 我們是管三十六處 還是要去管九十幾處 還是要管一千多處 這些是我們決定的 那為什麼要管這些處 當然是有科學的根據 但是要付多少錢 花多少人力去做這些事情 是要去做思考的 那這個是一樣 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 是在離山 因為它的整個大陸崩塌的這些 潛在崩塌的範圍很多處 可是它又是在一個 因為包括在從九二一之後 整個中橫又中斷 沒有辦法貫通 那整個山區的道路又很複雜 所以這裡面的人 你說假如說真的 整個大離山地區 山崩地滑本來顯示就很高 從早期還沒有災防法 大家就開始注意到這個地區 所以假如說在不管有沒有大的地震 很大的雨量底下 這邊的民眾要疏散這裡 我們是要去讓它疏散這裡遠一點 還是說在每一個部落的附近 真的找得到一些相對安全的處所 讓它就近去做收容安置 至於另外一個問題是 假如是如此 那他們也可能在這裡面 形成數個小的孤島 那針對這些孤島 我們有沒有幾大方式去因應呢 颱風好雨期間 直升機也飛不上去 本來想有沒有空頭點 有 有沒有直升機起降點 有 但是在某些狀況底下 像發發風災的那段期間 直升機也上不去 那民眾備水備量 要備多少 備在哪裡 所以它跟一般的處需 都弄小的規模來講 整備上面的難度就更高了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讓大家 先有一些思考的是說 這些地區尤其像這個區域 立志的這些颱風好雨 確實讓大家特別擔心 所以在這裡面也把它框進來 可是在操作上面來說 在沒有入法的時候 他們有比較大的彈性 彈性不代表就是好 但是一旦入法之後 彈性比較沒有了 操作上的難度就會變成是很凸顯 這些部分也讓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這裡面相關的保全戶 也相當多 總保全戶數 那怎麼樣呢 能夠在這個當中 能夠要下山嗎 要出來嗎 還是在裡面離山賓館可以住嗎 等等的去做一些討論 我們在災害管理來說的話 原則上就是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這個循環裡面的四個階段 減災的部分其實是需要一些實質的手段 也就是確實要去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 或者降低要衝擊 所以工程確實是 減災的重要的手段 整備是為了應變 教育訓練等等 避難收容處所 或者是避難路線的規劃 這些是整備的過程 是為了後面要去做應變 整備並沒有辦法去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 而是在災害發生之後 能夠順利的應變去做處理 至於復原當然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面 面對土石流災害跟面對道路膜災害 這些部分的一些思維 可能是不見得一樣的 工程的極限到底在哪裡 假如是土石流 我勉強還可以想像得到 它可以透過一些工程的手段去做防治 但是大貴工它小一點的範圍 我也相信是可以的 包括了坡面的排水 還有坡裡面的排水 或者是其他一些坡面的安定的措施 甚至一些道路的整理等等 下面的坡質 也許說坡質的擋土排裝 等等勉勉強強 可是這樣子是不是真的 就能夠提高民眾的警覺 也就是它發生的時候真的擋得住嗎 這是一個問題 假如說這樣子還是擋不住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 只是為了防止當中 大規模共產當中的小災害而已 這樣會不會讓民眾反而覺得更安心 更不願意去配合後面的整個疏散撤離 而讓它面臨更大災害發生時候的 傷亡的風險 其實這些部分都是在整體災害管理思維下面 要去做考慮的 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效果 是以降低財產的損失 還是減少人命的傷亡為主 那同樣的要付出多少代價去換一條人命 這個可能是我們不是只有針對大規模共產 是針對所有的災害都要去做思考的 那現在大家已經開始越來越強調 叫做非工程的手段 也就是無論是推動防災社區 或者是社區的智慧的防災的編主 等等教育訓練這些部分 或者平時的這些叫做避難消防住所的整備 疏散道路的準備 這些部分是希望說就算沒有工程 大家也能夠在必要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避難 或者是說有一些災害的保險 家裡要是沒有了 能夠保險公司能夠賠你 可是這些也會跟我們現在的管理的手段 有一些衝突 一旦被化為高潛市區的 不會有保險公司願意保 不化也就算了 化了就不會有人願意懲罰 這是逆選擇的問題 雖然這個裡面整體的來說 加上包括剛才所講的一些監測 預警相關的作為 這些都是我們在災害的時候 能夠去用的手段 當然其中也很重要就是 預警跟疏散撤離 透過工所低限的同仁去執行 可是假如說民眾能夠自主疏散撤離 或透過防災社區的操作疏散撤離 不就是更好嗎 所以原則上是透過剛才講 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 從風險認識風險 到底對我們來講是什麼意義 然後從風險的辨識 風險的分析 風險的評估 到最後去選擇風險處理的手段 風險處理的手段 就是災害管理的手段 然後透過平常的這些風險的溝通 跟風險處理之後 效果的這些監測 去不斷的去做考慮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針對這些風險來說 不管是嚴重程度大發生機率高的 原則上我們會設定一個 叫做可接受的風險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在這個風險以上的不能接受怎麼辦 政府立法用工程手段 就像是以前可能不會要求 坐車 大家開車要把安全帶 後來駕駛要把安全帶 前座安全帶 現在後座也許像高速公路也要安全帶 小朋友要不要用來作用 假如說這個風險是高到 大家這個社會無法接受 就會透過各種手段去處理 大部分風它到底在哪裡呢 它是屬於頻率高的還是頻率低的 衝擊大的還是衝擊小的 其實手段會不太一樣 我們處理風險的手段 嚴格上來講只有三種 一種叫做規避 離開它 遠離它 就不是叫做避災 是叫做離災 這個離是永遠的遠離 我搬家這個土地不要用了 我離開這個地方了 或者是叫做減緩 減輕 減災工程就是其中的手段 或者是什麼呢 風險的轉移轉嫁 保險 最後這只有三個 最後一個不叫做手段的手段 是沒有辦法去防止災害發生 也沒有辦法減少災水 只能自己跑 那個叫做風險自留 採取緊急應變 也就是接受這個風險 採取應變 所以針對剛才所說的 不同的這些大溝波塌的類型 我們應該怎麼做 因為畢竟 把大溝波塌跟土石油 寫在同一個計畫裡面 相當的困難 我們在之前計畫的 草案被其他學者專家審查的時候 也很嚴厲的批評 我們完全清楚 因為這兩個是不同屬性的災害 都是土砂災害 但是屬性不一樣 怎麼有辦法用同樣的方式 去做管理呢 土石油跟大溝波塌 都要同樣的手段去做 都要用同樣的工程 不可能的 因為土石油是屬於發生的機會比較高 每一次發生的話 死亡的人數 財產的損失也會小的 大溝波塌發生機率是低的 土石跟警戒 不要說警戒的發布 大家對於土石油所發生的印象 信口你也來 頭門也好 神母也好 你可以唸出很多 但是大溝你唸得出來的 除了剛才看到的光華跟秀蘭以外 你大概只說得出小林村 所以剛剛問大家不是開玩笑的 你認為多久會發生一次 你有或者說不要說華泛大學了 在我們現在圈的這些範圍裡面 這些大溝波塌 你認為你有生支點裡面 會看到他們發生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答案是很開放的 氣候邊線也許會讓你 原本認為不會發生的 發生機會提高也不一定 可是真的像這兩種形態的災害 這兩種形態就像一個叫大地震 一個叫小地震 小的地震搖搖搖就算了 大的地震房子會垮 所以我們做耐震補強 不是為了小地震 做耐震補強是為了大的地震 所以管理的手段不一樣 因為他們所對應到的 發生的機率跟衝擊不一樣 而大溝波塌是我們講的 最難去管的災害 最難去管的類型 就跟核災輻射災害一樣 叫做發生的機率非常的低 但是後果的衝擊非常大 這會讓大家很難去拿捏 我要花多少的資源去做準備 就算是防災社區來講也好 針對土石油常常發生的社區 民眾動不動就知道 這邊常常泥水掉下來什麼的 要跑 要做什麼 追蹤防災社區 他可能很願意 因為他絕對災害盡在眼前 但是假如說 你去跟華泛大學的校長說 你們這邊是大文崩塌 你師生每一年要做防災的演練 然後他會想說 這是怎麼回事 這過去曾經沒有發生過 我要為了那個50年 每一百年才發生一次的 我每一年要做演練 所以災害管理的難處在這裡 我們是在管人 不是在管災害 人怎麼樣能夠去面對 這樣的災害衝擊去做討論 所以一定會想到說 這個災害到底影響到哪些人 這些所謂利害關係人 直接受影響的可能的受災戶 或者包括各位在現場也是 無論今天是水保局的夥伴也好 限制政府的也好 你是農業處的也好 民政處的也好 或者是公所的 或者是這個地方的相關的民眾 甚至於華泛大學底下賣自助餐的 都是利害關係人 發生過災害到底會影響他們什麼 要去做想要去做思考 針對過去 確實我自己也同樣非常的認同 減災工程能夠很有效的 去降低災害的風險 包括了衝擊跟頻率 台灣要是不做疾法 外選的泛濫可能每一年都會發生 所以工程有它一定的效果在 絕對不可否認 但是越是面對剛剛所提到的 頻率低但是衝擊很大的 工程會越沒有用 因為假如說今天這個地方 我排水給我改善一下 所謂一個我們不喜歡的字 但是常用的字叫保護標準 從五年提高到十年 很顯然你這個淹水就改善了 再從十年提高到二十年 你的淹水中間一定又改善了 可是問題是面對五十年的呢 你前面做這些工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所以不會說做了這個 之後以後都不會淹水 不可能 你能面對的是一定設定的一個 假設條件去做 可是在這個情況底下 偏偏是越是強調這些工程的防護的話 民眾自主願意去投入防災的意願 就會降低 因為他覺得我有這麼大的提防在這裡 你今天又幫我做了抽水戰還是怎麼樣 我當然是做了這些東西 當時要投資賺回來 所以政治人們會說 這些做好了 土地開發的管制應該要解除 要蓋更高的房子 要更高的人口的密集度 不然的話這些工程投下去的 風險管理的成本 怎麼樣去維修呢 這個效益怎麼樣才能見 所以這是最大的矛盾在這個地方 同樣的對大崩來講也是 我們做了很多的工程管理的 風險管理的手段 會不會讓民眾反而誤以為它更安全了 而對於之後的可能的大規模災害 反而沒有那麼擔心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隱憂 所以一個是大概要先去 針對依賴硬體的這個心態 能夠先去做改善 不是只有大崩 不是真的水保局 包括針對地震也是一樣 內政補強不是萬能 那針對淹水提防收水戰也不是萬能 那怎麼辦呢 面對火災也是一樣 裝的這些系統 當你聽到警鈴警報 你不走也是萬能 所以原則上應該是去面對 這整個環境的變化 跟這些氣候變成的趨勢 面對這個不確定性 要能夠更知道說 就算沒有被水保局 匡進來範圍的這些坡地 也有可能發生災害 也有可能有土石流 也有可能發生大過崩塌 只是它當時沒有被匡進去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都要知道 那因此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就比較不會從工程的角度 或減災工程的角度去做思考說 因為工程做不足 所以我們才要去做其他手段 剛好喊過了 在英國的話是保險驅動的社會 保險先走先以保險的角度去看 保險做不到 還沒辦法去密封你損失了 政府才來做工程 所以以英國這麼大的國家 但每一年的這些制選經費 還沒有台灣的多 反正壞掉了你家煙了 那保險公司會陪你 政府怎麼可能去幫你做 那麼多的防防工程呢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是一個整個思維的改變 它是一個防災的社會工程 而不是防災工程 從整體的國土的規劃也好 雖然國土規劃大家也覺得 什麼叫國土規劃 那我們大公要列入國保二 土地照樣用嗎 那難道列為保育的 什麼的區域禁止它使用嗎 也不一定 但是使用是一回事 有沒有人居住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些裡面是有一些 有一些細緻的區分的 所以透過土地的規劃 土地的限制 還有眾多的水保局本身的業務 像是土石流的 對不起 水土保石的各種不同的計畫 其實都是在提升國土防禦的能力 包括對人民的保護 所以不會只局限在特定的防災工程 而是整體的去看這件事情 也包括了保險在裡面 去做這整個的處理 那當然因為面對 稀有變遷的威脅 所以比較會更用任性來看這件事情 整體的社區 這個區域 也許是被圈為大國共殺的區域 可是這個區域 假如說是以種茶產業為主 它還要繼續種茶嗎 那這邊還有很多的民宿 它的民宿應該要繼續經營嗎 還有像我們會看到的 有一些公共設施怎麼去做處理 這些部分大概都應該 還應該在整個叫做災害 也不是只有大國共 它的災害管理的面向裡面來看 當然希望達到的叫做任性 任性不是打不倒 任性是指包括了 我預知會發生什麼事情 預先去做規劃跟了解 不是只死死的被它打倒了 想辦法站起來 不是這樣子 是能夠先去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調適 那而且比較走向什麼呢 全災害管理或後果管理 尤其是在救災應變的這個部分 因為各位在你們的局處 或者是公所當中 民政客管民政客的 社會客管社會客的 然後土石流等等 是農業農官農經經建在管 大家到底應該怎麼去做分工處理 其實在台灣來講也很困難 誰要管多少 每個公所搞不好又不一樣 有些公所雖然疏散 這裡都要農業客去管 也是很痛苦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能夠 整體的把災害管理去做個討論 是必要的 那我們在 我們也因為是這樣的思維 所以盡可能 盡可能 但是不一定做得到 盡可能在業務計畫修訂的時候 把這樣的思維放進去 能不能從風險規避 減緩跟轉移的方式 去多做一些處理 而不要只仰賴減災工程 跟最後的應變的手段 因為那是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這個裡面盡可能的 也讓民眾能夠知道 做好風險溝通 讓他知道 他有大規模崩塌 或者其他類別波地崩塌的危險 或風險 他怎麼樣去做調適 山上也許有公寮 底下也許有永久屋 該走的時候 該去住哪裡 就去住哪裡 不要跟老天爺過不去 這些是希望能夠去做到 而且各個縣市政府跟社區 有自己的相關的防災計畫之外 社區本身自主的組織能夠做起來 也就是吳老師一直在推動防災社區 那這些相關的作為 也不是社區自己做自己的 也要更夠跟公所連結 防災專員也好 村里長也好 各項不同的資訊的傳遞回報 都要能夠充分的串聯起來 那包括水保局這邊的一些 資訊的傳遞也是 所以為了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們大概今年 從去年開始 也包括辦了訪談 包括了四個公所 四個縣市政府 十個公所 還有一些業務機關相關的訪談 那在這裡面 就稍微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訪談的結果 這是我們訪談的對象 原則上都是有道路崩塌 所在的公所 跟縣市政府 這些大概就是我們在 之後業務計畫當中 主要會討論到的問題 因為這時候就要請大家 啟動速度模式了 包括到目前為止 公所的夥伴 對道路崩塌的這些 相關的警戒指 了不了解 這裡面是不是有些 學校公共設施 有沒有簽建的計畫 等等的 那對民眾的風險公共 要怎麼做 有沒有發什麼單子 還是要放看板 還是將來用什麼方式 讓民眾知道 那另外針對 假如是大國有崩塌的話 不是只有在下雨的時候要走 雨下了之後 這個地下水位升高 還沒有降下來 而且可能已經發生了 顯著地表位移 但是還沒有整個快速崩下來 它的安置也可能是要比較長的時間 也許不是兩天 像以前 土石也許兩個晚上就過去了 就回家了 反正沒事 但是這個也許要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怎麼辦 學校機關也不能運作 因為它影響範圍裡面 像剛剛講的 灼溪的公所要是沒班 它要警戒一直再發 是黃色或紅色 公所該怎麼辦 甚至於到復原重建的部分 能否再災前就針對你 這個地方就像 假如說今天想像說 小林村可能再發生一次 整個再重頭的話 小林村的人 是不是應該事先 就要針對可能發生的災害 另外去做災節重建的規劃 是另外找一個地方 異地重建 而不是只有說在原地重建 這個都是可以去做思考的 那另外針對避難的時候 替代的道路能不能圈會出來 這些道路是不是要去加強它的 防災的這些設計的標準 另外針對孤島 有沒有其他支援的方式 這些大概都會考慮 甚至於對於避難收容的部分 以及從一開始警戒發布 公所 縣府 水保局 以及分局 還有中央在意面中心這邊的相關分工 也都是會去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也把類似的問題 辦了兩次的座談會 跟各個中央部會的機關 包括也包括公路局的夥伴 包括了鐵路局的 也包括鐵道局等等 還有包括公所 建設政府一些夥伴 一起來去做一些討論 包括像剛剛提到的 這些公共設施 是不是要永久先離 我們都不會用英永久先離 都是經過評估之後 你覺得這個學校不應該熱烈 你可以 你得 只是這個一得下去 不得了 得也包括中央的機關鐵路局 得也包括公路局 得也包括華泛大學 這個私地的學校 得也包括了各個縣市政府 所管的國小 佐西國小 太平國小 那這一得 是不是他就要去背負這個決策的責任 他因為沒有寫英寫德 所以像這些部分 也都是在這個計畫當中 有把它寫進去的 包括針對中長期的收容安置 預先的規劃 假如我有200戶 300戶 是比較長時間的 他疫情也許一個三天 人家就想把它趕出去了 那你有辦法找到一個像 國軍的營區 或者是廢棄 或者是說學校 學生怎麼樣去把教室空出來 讓這些人可以住兩三個星期嗎 所以這些是我們目前去考慮到的 包括醫療院所 社福機構等等 之後相關的一些搶救的權責 我們大概也跟公所去問了一下 所以這些相關的題目 問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我們將來 在業務計畫修訂裡面會提到的 那這些都是類似的幾個問題 像比如說我們也問了公所 你們有沒有可能簽建 剛好他們要簽建 國小有沒有可能搬 警察局有沒有可能搬 對大部分來講 只要民眾還住在這裡 生活機能要維持 政府的服務機能也不能中斷 就算是簽建 也不能搬到太遠的地方 有些公所會說 有些伙伴會說 這個派出所 沒有關係 我們隔壁村那個派出所很近 不然這個採測掉 放在那邊也是可以 但假如說今天是 他是散村離很遠 這些公共設施簽建的可能就低 但是對民眾來講 有沒有可能民眾自己去做簽移呢 等等的 像這些部位也很難 那像假如說今天 針對這些風險的溝通 是不是要發傳單 還是怎麼樣 能夠還是在門口 切一張貼紙說 你是大陸崩塌的保全對象 那公所承辦人都覺得 沒關係 不要這樣做太極端了 可是我們可以用大型的看板 在聚落的進出口地方 至少插一個看板 讓過去的 讓民眾你自己真的都知道 雖然因為為什麼 因為土石流的部分 勸導出散撤離執行的頻率高 但是大陸崩塌不是那麼常執行 所以也許有些民眾從頭到尾不清楚 他是保全對象 除非你一家一家拜託 告訴他你是你是你是 所以這些部分風險溝通 也是不容易做的 那包括這些部分 預先的復原重建的部分 那烏台公所是因為 他們本身在家墓那邊 他們原本就有簽 就有簽村的計畫是剛好 但是阿里就不是啊 其他的聚落也很難去做所謂的簽建 災錢復原重建是一件多麼觸眉頭的事情 也很難去提 可是災錢復原重建的想法 也是在中央的基本計畫裡面提出來的 在日本在其他國家 大家也是說把災錢復原重建 當作是減災的一環來看 所以我們一樣有把它放在 我們到時候的那個整個 業務計畫修訂裡面 也都是呢 可以是需要 有需要的話地方政府 可以去做災錢復原重建的規劃 那怎麼樣把一些公共設施的配置 重新再去做檢討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被鼓勵的 那這邊的交通設施 是不是要能夠預先去做強化呢 公路局的夥伴是說錢也不夠了 這些地方本來就已經是山區 它的道路狀況就不好 為了大規模工它的前世 要特別去強化它 讓它永遠在災害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出來 就像一開始國會所提到的 明霸克路橋等等 這些地方災錢是高 原本中習道路就已經花了多少億了 要把它變成永久性的道路 提高到那個水準 要一百多億 有可能嗎 但是講很嚴肅的是說 那不然你要他們搬走嗎 不然的話要是這個 明霸克路在你需要疏散這裡的時候 這個橋斷掉 那不是就變成孤島 怎麼辦 執政就進不去 所以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所以還是要回過頭來 針對你可以有多少資源 來做多少事情 在這裡面至少在這個業務計畫當中 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然後讓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其他的單位 有機會去做評估 你怎麼去做選擇 你今年只有多少億的預算 針對這個部分 你能做些什麼事情 要不要去做檢測 剛剛也不是說工程沒有用 要不要去做監測 要不要做檢測工程 也都是讓大家有這個選項在 不會把這些東西 因為什麼個人的耗用就排除 不可能 所以監測系統也是一樣 能不能讓這些監測的數據 讓地方政府都看到 大家也願意 問題是他看到數字 他不會判斷 所以真的這些東西要設定門檻 設定什麼樣的警戒值 讓他能夠有判斷的依據 因為他也沒辦法 也不想光等中央政府給他的訊息 他也應該多多少少知道這個風險的發展 跟現況 可是怎麼做很難 因為低線的夥伴 平常業務這麼多 他光是看到今天又動了5mm 那我是該緊張還是不緊張 大家也惶惶不可終日 所以這個部分也很難操作 所以像這些部分 要是有公他治癒的時候 大家怎麼走 需不需要走 很困難 所以像這些避難計畫等等 大家都願意先去做 至少這個是好的 預先去把路線規劃好 避難收容的條件先談好 要去什麼地方 至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但是防災社區怎麼推動 後面要去什麼地方 還有很多要去做考慮的 還有一些應變操作的部分 尤其包括像後面的兩個例子 光滑也好 或者秀卵也好 這些狀況在發生或持續發生當中 可能也沒有颱風好雨 縣市政府或中央應變中心也沒有開 大家的對口怎麼去做對口 大家怎麼去啟動應變的機制 沒有災訪法的依據 沒有災訪法可用的情況底下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去做 強制疏散撤離呢 這些其實都是在法令端跟操作端 要去做考量的 怎麼樣能夠把防災專員 防災社區的夥伴等等的 能夠跟分局跟公所跟縣市政府的 整個串聯在一起 針對資訊針對判斷去做分享 去做討論是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剛才記者裡面 有提到幾個例子 包括了像是這個光滑 它底下是沒有保全戶 所以也許大家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可是問題是它持續不斷的 持續不斷的在動 動了好幾個月 好索性最後自己停下來 不然的話 應變中心開得完嗎 開不完 但它算不算是危險 那這個秀卵的 很明顯的 什麼剛剛看影片 國小學童怎麼樣 但之後也沒事啊 繼續照耀它應該 應該是說理論上是 理論上是它可以繼續回去上學才對 因為也停了 河川擺道了 水溢流了 算是河道阻塞 嚴格上來講 還不真的算驗色湖 可是接下去要怎麼做呢 把底下受影響那幾戶 讓它搬走 這個地方 將來河道疏通以後 是不是我們的那個秀蘭國小 師生要繼續復刻 還是說剛剛提到的 這個學校 它其實也不在我們原本畫的那個秀蘭 跟泰鋼的那個區域裡面 這個學校要搬家嗎 家長也覺得很危險 但是要搬家嗎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我們 現在所面臨的大的問題 防止業務計畫的修改 並不能解決這所有的問題 它只是讓大家問題 找到一個大致的方向跟出口 想辦法去導引說 一些政策思考的方向 或地方政府去處理的面向 因為畢竟你剛提到 地方負責中央資源 水保局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能夠去協助大家 去解決所有的事情 所以到最後 剛剛講 在減災的部分 工程是可以用的 一些固定的硬體設施 假如可以的話 也許不是去做 叫做去減少那個災害 而是封橋封路 可以在什麼時候 就是讓你不要進出等等 一些比較軟性的工程 做軟性的措施 而不見得是硬體的防災工程 是大家現在比較能夠想得到的 因為公所的夥伴 跟先生的夥伴也都很清楚 面對這麼大的規模的災害 要用工程來處理 不是說不可能 是工程有它的象徵性的意義 讓民眾覺得政府有在做事情 但是這是不得不做的 但是工程能不能真的遏止災害的發生 很困難 整備的部分 災害風險的溝通 各種的說明會 各種的這些道路的整備 直升機起降點的規劃 防災社區等等 這些是一定要做的 甚至於跟地方的座談 至於應變的機制 剛剛提到的 訊息更暢通 從中央到地方 到底什麼時候 應該採取什麼動作 情資的研判 雨量是不是能夠預報得更準 要走的時機是不是 不是 是事先就規要好 這些聚落要出去要多久的時間 我什麼時候要先去啟動 我的老弱婦孺 預先疏散的這些機制 其實都是事先想好 在那個時候靠著 在情資的研判 去做相關的決策 至於那個決策 是要地方政府自己下 還是說要跟紅豪警戒 綁在一起 我們已經討論過幾年了 但這個部分 目前沒有解套的空間 還是跟警戒綁在一起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將來要是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根局裡面 或者跟我們團隊 再做一些討論 另外包括像剛剛提到的 一些警戒雨量的機制 各種的這些操作的方式 等等跟民眾的事件的告知 溝通協調 也都是第一線的夥伴們 所提出來的 因為在操作上真的不容易 今天讓民眾那邊去敲門 他硬是就是把門關著 燈也關起來 你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只能貼通知單 拍照存證 這些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好像說你公務人員的 那個擇已經了 可是出事的時候 說你明明知道他在 你以為他 你故意說他不在 這個就很難 所以像這些部分都是 包括整備 怎麼樣去精進這些 這些相關的機制 監測的設備 應來受容處理 管理等等 還有包括應變的時候 這些相關的個資 相關的這些資料 能不能夠更廣泛的 連里長那邊也有之外 防災專業手上 能不能有 因為個資通常是 不能夠被知道 尤其針對一些身心障礙的人士 所以像這些部分 也都跟防災有關係 怎麼去做處理 那簡單的說到最後 其實就是這個災害 真的不好管 他跟土石流不一樣 所以能規避 還是以規避為主 工程的這些 減災的手段很困難 至於轉嫁的部分 除非是今天 沒有特定去圈 被圈起來的 要透過保險去轉嫁 也是不太可能 這個是在風險管理下面 一些基本的思維 怎麼去做調整 我們就將來拭目以待 那希望社區力量能夠發揮 讓政府部門 能夠做得更輕鬆一點點 感謝大家 謝謝各位